记者林嘉东基隆报道,我有艾滋病,把五千元交给我。 无姓男子患有艾滋病,竟是注射过的针筒,恐吓冰浪汤西施,若不从,把针筒刺在奶身上。 基隆帝简署针洁,今天依恐吓罪嫌喜诉他。 起诉指出,无姓男子今年四月间,汽车行经基隆市信义区东信路时,见路旁有一辆机车上挂了两条香烟,车主不在车上,无顺手牵羊,偷了烟就跑。 隔天,无途经基隆市人一路上槟榔滩,见滩内进城性槟榔西施固垫。 吴拿起钢尸打过的注射针筒,向城女动贺,我有艾滋病,把五千元交给我,若不从,把针筒刺在奶身上。 城女被吓得拿出一千元交给吴,吴发现柜台内还有钱,在动贺城女明明还有钱,若不再给我,我就要杀你城女随即又拿出一千元给吴。 吴得收两千元后,向城女说,这两千元算借我,晚上会还买,还把自己的健保卡对城女后离去。 城女收下吴的健保卡后报案,警方寻现后侦破吴妾道与恐吓行径。 检方调查,吴去年才因妾道罪入金服刑7月,去年10月才出狱,想不到出狱没多久,又在犯妾道与恐吓罪,今天将他起诉。